据纽约时报援引共和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特朗普希望自己的雕像能出现在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总统雕像山上 与曾经的四位美国总统的雕像在一起 总统山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基斯通附近 这座山上雕刻着四位美国总统 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菲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这四个人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美国总统 现在总统山不仅是一个旅游之地 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 其还衍生出了其他含义 报道称早在2018年 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室就对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说过 希望自己的雕像能出现在总统山 诺姆微笑以为特朗普在开玩笑 去年白宫助理竟然真的来问诺姆 在拉什莫尔山增添总统雕像的事情进展如何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今年7月4号特朗普到南达科他州参加活动时 诺姆曾用包括特朗普的脸在内的高四英尺的总统山副制品 作为迎接他的礼物 在当天的讲话中 特朗普为总统山的存在意义进行了激烈辩护 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批评这座山的建造目的 特朗普说 这座山是对我们的先祖和我们的自由的永远赞颂 8月7号 因为特朗普支持者发表了一条推特 称特朗普在为美国的普通公民而战 他受到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而大多数人都会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因此在2020年总统山是时候该腾出点地方了 因为特朗普的功绩是历史性的 这条推文被特朗普转发并回复 谢谢你 在这一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后 特朗普在推特上回应称 这都是失败的纽约时报和CNN电视台的虚假消息 虽然我从未提出过这个建议 但建议我这前三年半中所取得的成就 可能比任何其他总统执政期间都多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特朗普想把自己的雕像加进总统山的愿望显而易见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 几乎把美国这么多年苦心故意建造的秩序破坏殆尽 也让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降到了历史低点 这样的总统雕像加进总统山恐怕难以扶重 而且总统山的雕刻权力在联邦政府 而非总统或州政府 也就是说 不管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和特朗普 关于新增雕像的意愿有多么强烈 没有联邦政府同意 这件事都没戏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